去年社會出現亂局 訪港旅客數字大幅滑落 嚴重打擊零售市場 舖位租金亦多隨之而暴跌 猜股署最新公佈的資料顯示 港島核心舊物區銅鑼灣 區內多條主要街道的舖位 在新一個財政年度 應付猜響租席跌幅驚人 其中包括最貴租街羅素街 羅素街38號金潮洋中心地下C鋪及D鋪 兩個舖位新長年租席 同樣是1032萬 安年大跌近兩成半 如在2015至16年 這兩個舖位的租席 就曾經高達26404萬 換言之 五年累積下調大約六成 至於曾經創下全港赤租最高紀錄的景龍街 亦有不少舖位租席回落 其中景龍街2號地下A1號舖 新租席只是6萬 安年跌大約一成半 較高峰期14年至15年的1284千元 累跌大約五成三 另外上水和元朗兩大 受內地旅客歡迎的地區 他們的舖位下年度應付猜響租席 亦出現大跌一成半的個案 當中上水新峰路104B號地鋪的新租席 只有230萬4千元 安年跌一成半 鋪位於16至17年的租席是234萬 反映新租席已經跌穿四年前的水平 另一變相 住宅市場過去當年納米盤租金 都錄得不錯升幅 但隨著去年樓市出現調整 加上市場普遍不看好這類單位的走勢 部分市區單位租席就率先向下 其中西銀盤AVA128中層戶 新財政年度應付猜響租席是123,960元 較今年度的129,120元 安年跌大約4% 而九龍城曉匯 一個實用面積大約182番尺的中層戶 限年度租席是109,560元 較今個年度的113,040元 下跌3.1% 東行記者王永宇不得 東行記者王永宇不得 蘇下